像这样子 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爪钻的中间 都补上这个四颗的六蜜珍珠 以及这个爪钻的正上方 都浇了三颗的八零的珠子 那最后我们在做打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 一样就是传到背面来 做打结的动作 但是打结之后 我们先不要直接剪掉 我们把它往这个中间的位置 前进 然后稍微的就是露针再出针 不太好穿 但是就是我们把线拉到这个中间来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 也有粘了一块那个双面胶在上面 所以不是很好做 就找一个比较容易穿进去再穿出来的那个角度的位置 然后注意针不要折断 就是把线收到中间来 在这里打结之后收到中间来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这个线 等一下我们在修边的时候 确实不会被我们剪断这个结 所以我们要往内缩 缩进来 然后再把这个线留一段 不要剪得刚刚好 这样子它就比较不容易被我们拉到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把这个皮部多余的部分剪掉 那这个剪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可以就是剪得刚刚好 因为我们外围还要再缝一圈的那个八龄的那个装饰珠 像这样子就是这个外围 我们世上还有再缝一圈 那如果说你这个样子没有很漂亮 这个形状没有很椭圆的话 那在剪这个皮部的时候 我们稍微可以就是把它修饰一下 整个外观就让它比较圆活一点点 那剪的时候呢 这个剪刀啊 就是要锤子不可以往内缩 剪刀不可以内缩 因为内缩这个有斜度的话 那个有可能剪到线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会留差不多0.2公分左右 就是有距离这个六米珍珠的外围 大概0.2公分左右 用等一下还要包边 0.1到0.2中间都可以 看你自己你留的比较大就是作品就比较大一点点 稍微修一下那个幅度 这样子我们就把它拿下来的 那再剪一块第二块皮部我们同时把它剪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背面要对背面 然后放好你可以用笔做记号再拿下来剪这样子好 就是稍微这样子画一下 这样子那我就会比较方便剪好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把这两块皮部叠在一起一起剪 那这样就有个幅度你可以沿着它边缘剪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 就这样子沿着就是两块贴在一起 然后沿着第一块皮部的边缘然后去剪好这样子 那也可以把这个拿掉然后顺着这个边缘剪 如果你的手握不住的话这样子也可以 好这样比较 已经将两片的皮部都已经剪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别针的部分 那你就要先看一下你的那个胸针你要决定 它是要放直的还是放横的 同时你要让哪一个面朝上 就如果你要这样子的方向 那你的别针就要放在这个上面三分之二的位置 那如果你希望是这一颗朝上 你就要这样子然后别针就要放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三等份的上面三分之一的位置可以用 好那基本上呢就是 我是比较喜欢放横的啦 但是你要放直的也可以 好那一样同样的就是你要决定一下 你的这个胸针的面向 那如果你决定是这个方向的话 那就胸针要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上面三分之一的位置 好那如果说像我这样子 我要把这两片皮布我基本上是没有把它分开的 那如果说像我这样子 我决定就这个方向 好我决定这个方向当我的那个胸针的最后穿戴的样子的话 好那我就这样子翻过来 我的别针是不是要在上面 这三分之一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这个翻过来 这样子平行翻过来喔 然后这个别针我们带的时候是要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带 我们习惯会是这样子顺手的方向带 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在穿戴的时候 如果你是右撇子就会是这个方向 如果你是左撇子那你的别针就要放这个方向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大的这一头会是在左手边 那我们就把它说进来一点点 就是不要就是这个正中间嘛 就是不可以这样子抄出去 一定要让它是在这个中间的部分 这个地方别针整个是在这个task左右两侧差不多 那这个上面是三分之一下面是三分之二 留下的空间大概就是下面比较多一点点 好那我们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那要做记号整个做记号 你翻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这样子把它翻过来 然后这样整个拿出来之后摆上来 因为我们穿戴的时候是大的这个头 开口的头是在左手边 所以翻到背面呢它就是在右手边 那我们要先做记号 现在确认一下 因为如果你这个皮部把它掀开了 你看这里就不合了 所以我们要先确认我们的皮部的那个位置是OK的 上下纹的这样子 因为它有我们剪的时候是两块叠在一起剪了 所以就会有那个角度的问题 这样子是对的 就这样子放着 好那如果你怕就是等一下搞混的话 那你就在这里写一个打一个勾做一个记号 那缺口是上这样子 那这边也一样打一个勾缺口是上这样子 这样就不会错 那翻过来之后呢 那翻过来之后呢 这两个就是打勾都是朝上的 那我们翻过来 把这个第二片皮部拿下来 把我们的别针放上去 放上去的时候 然后开口的这个大头在右手边 我们稍微的描绘一下 然后要这个注意三分一三分之二的问题 好 然后大概就是画一下上下 等于是那个别针的宽度 然后再要做一个记号是这里 这个 这个头固定的那个地方 还有这个 这样子 这边是我们要让它跑出去的这一块的位置 然后这边是尾巴要让它出去的位置 所以大概就是要做一下记号 那我们拿别针拿下来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适当的位置 就是这个我们别针要突出去的那个位置上 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这两条线的中间 就把这个皮部稍微对折一下 然后不要一次 不要一次就剪很大的洞 一小 用这个尖尖的剪到剪小小的一个洞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边也一样剪一下 好 就是很小很小 非常小 好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别针 把它放进去了 放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这个针 是要让它跑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这个先把它 这个洞 不明显 但是这样子就可以 不要再大 因为我们要 让它就是 刚刚好卡住那个别针 会摇摇晃晃的 那我们这个针 拉出来 拉出来 把这个别针底巴 拉出来 要让它整个出去 如果这个洞有一点点小 你可以再稍微剪一点点 不要一次剪很多 慢慢的剪 一点点就可以 再试看看 已经就是在外面了 那这一根 我们要让它突出来 这个有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一定要在外面 如果你让它在里面 你的别针 就不容易打很开 好 那这个头的部分 我们也一样 就是把它推出来 这个固定的那个位置 那个地方 也是一样把它推到外面来 这样子 那这样穿戴的时候 就这样子 只有这个别针 针的部分在外面 然后这个就在里面 这个就在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黏一点点的 白胶 这个地方可以沾一点点的白胶 把它稍微的黏一点点 但是边缘的地方 不要不要沾白胶 就只在这个中间的地方 那这个是上 那刚才我们打钩的这个 缺口槽上 所以再把它放进来 然后再看一下皮部有没有密合 因为它这个就是方向不对 所以你要把它调整一下到 你刚才的那个 这样子就都没有跑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做缝合的动作 好 那在缝合的时候呢 我们要另外再拿 那个 R-line 就是珠宝编织线100公分 大概100公分左右来做 会比较适合 就是要来做这个边缘的部分 取那个珠宝编织线100公分 那一样先打一个结 好 那我们要开始缝的时候呢 要从这个看一下 胸针的这个 这个针的部分 在上 那我们要由它的下面 下面的地方 就是它的 就是这个 别针的整个 胸针在上 这个针在上 针在上侧 我要用下面的地方开始缝 那由这个下面 这个是上面 那这是下面 下面的左边 第二颗珍珠的地方 开始缝 那由 两片皮布的中间 穿进去 好 由两片皮布的中间 穿进去 那我们把这个线 藏好完 这个线头的部分 把它藏在 两片皮布的中间 不要让它线跑出来 好 加两颗的 80的珠子 然后呢 由这个 把这个 两颗珠子呢 放在 就是 拉近这个 皮布的这个 边缘的位置 然后在第二颗 80的相对位置 那个宽度 那个宽度就是 差不多两颗 80的珠子的地方 由正面 往背面 穿出去 然后再 由下往上 回穿这颗 80 第二颗80 接下来的每个动作都一样 都是加一颗 80的珠子 由正面 往背面 穿出去 大概那个位置 就是一颗80珠子的宽度 再由背面 再由下往上 回穿 这颗80的珠子 它就会这样子立起来 好 那第一颗是我们最后的时候再来做 持续这样子做 持续这样子做 那这个度针出针的位置 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缝起来 这样子就是有的很 进去有的很外面 这样子 我们要让它这个地方 就是边缘的这个 路针跟出针的这个地方 它的宽度尽量是不要差太多 这个线看得到的地方 不要差太多 像这个 这不要差太多 所以你在路针的时候 这个由正面往背面的时候 稍微看一下 这样子下去 最好是垂直下去 这样子的话它才可以 就是 如果你斜的 它可能就会往外 或是往内切 重复这个动作 像这样子就是我们已经 在这个 就是 最外围的地方 都已经编制了一圈的 这个80的滚边 那这是最后一颗的 那个 位置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子做 就是 一样就是 加一颗 然后 由皮部的正面 穿到背面 这都一样 但是 因为跟第一颗 要做接合的动作 只插到这里而已 一样就是由下往上前进 现在加了这一颗 珠子 好 那 这里可以看到就是第一颗的珠子 它是有一点点歪的 它不是正的 那这现在要由上往下前进 这一颗 第一颗珠子 由下往上前进第一颗珠子之后 再穿过皮部的由正面到背面 再回穿这一颗第一颗的80珠子 不可以要由下往上 因为它可能会陷下去 你要稍微挑一下 把它挑起来 然后穿过 一样由下往上 就是再做一次 让它回正 那它就会正 就是会比较正一点点 好